亚洲 当太阳从它最东边的国度升起时 位于它最西部的国家 才刚刚迎来前一天的落日 占全球百分之三十的陆地面积 百分之六十的人口 分布着四十八个国家 一千多个民族 这就是亚洲的版图与容量 亚洲当今世界上最有活力 最具发展潜力的地方 这里有世界排名第二和第三的经济体 还有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以及代表经济发展奇迹的亚洲四小龙 它们发展的成就 汇集成了夜幕中 亚洲乃至世界最璀璨的灯光 但亚洲还有九个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 其他绝大多数还属于发展中国家 其中超过七亿的人口 每天收入低于1.25美元 这一数字占了全世界贫困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十 曾经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中国正面临经济增长变幻的考验 而最为贫困的国家 正拥有快速发展经济的巨大空间 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人口脱贫 都对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寻求 一边是亟待改善的基础设施 一边是巨大的资金缺口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 亚洲越来越成为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 大家正一起寻求 解决发展问题的方法和答案 2016年1月16日 经过800多天的筹备 一个致力于改善亚洲基础设施 和区域互联互通的国际多边机构 在北京宣布正式开业 这是见证历史的时刻 今天亚洲行正式开业了 亚洲行应该努力成为一个 互利共赢和专业高效的 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 在提高地区基础设施融资水平 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发挥应用的作用 2015年的北京 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这里既有彰显它过去厚重历史的 古代宫殿 也有代表它如今现代化程度的 良好基础设施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 它的发展是三十多年来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缩影 如果你看到外面的窗户 它是三十多年来 所以工资建设施是非常重要的 从中国自己本身发展的过程 我们自己非常清楚 一个国家真正发展起来 没有好的基础设施 它是做不到的 这是正在施工的北京地铁八号线前门站换乘车站 工人们正在进行车站动体的挖掘工作 从2000年到2015年 北京地铁发展进入快速期 从仅有两条线路 54.14千里 发展到现在投入运营的 一共18条线路 524公里 在北京城区内 每走不到800米 就能找到一座地铁站 因为它现在地铁现在线路多了嘛 四通八达的 就是这个东西南北都会上的很远 所以你去哪儿的话都很方便 作为经常在北京这个大都市中穿梭的一员 刘颖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刘颖住在北京市东郊的通州区 是保险公司的一名销售代表 拜访客户是她每天主要的工作 今天她要拜访三名位于城区不同方向的客户 如果选择地面交通工具 刘颖几乎不可能完成今天的工作 地铁是她出行最高效的选择 地铁我觉得给我的感受最大的就是她的时间有保证 很快 看你见完这个可以直接到下一个 这就是刘颖今天拜访客户的路线图 全程一共50千米 总耗时两小时二十分钟 在市区面积超过750平方公里 人口超过两千万的超大城市 这已经是非常高效的出行 对效率的追求 让经济发展对交通物流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城市交通体系就像城市的血管 主导着整个城市的运行 而国家路网则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支架 国家间的互联互通 则影响着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一旦交通落后于经济发展 经济运行就会受足降速 甚至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 印度尼西亚 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 这个由一万七千多个岛屿做成的国家 岛屿之间如何有效的互联互通 成为国家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有一次我和佐克总统见面的时候 他说在苏拉威西从那个地方向亚加达运送货物 花的运费要比从上海运到亚加达还要贵 花的时间要从比上海运到亚加达还要长 他大师先生 你相信不相信这是事实 我听了也大吃一惊 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要想赴先修路 是吧 我们是充分地体会到这个一个国家 一个地区基础设施 它的这个完备程度 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个重要性 独龙江乡位于中国云南西藏和缅甸的交界处 是不到五千人的独龙族唯一的聚居地 每年十月到来年五月 大雪封山 他们就将与世隔绝 2014年 新修建的一条九十六公里的公路 让独龙江乡到县城的时间 由八小时缩短为不到三小时 这极大的改变了独龙族人的生活 居住在独龙江乡普卡旺村普光荣一家 搬进了政府修建的安居房 村里新修了自来水管道 村民们再也不用去河里挑水 搬进新房子已经快两年 独龙族的年轻人与他们的父母相比 生活正在改变 十二岁的浦雄芳是浦光荣的侄女 她和十五岁的姐姐 七岁的弟弟都在独龙江忠心校就独 独龙江乡有六个村分布在近两千平方公里的边境地区 以前最远的学生要走上两天 翻越几座大山才能到达学校 这让一些孩子辍学在家 如今江村公路建成后 普卡旺村虽然离学校有十几公里 但学校九个年级的八百多名学生在这里都可以享受免费食宿 学校还为每一个离校教员的学生发放交通补助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现代化的教育 离普卡旺村不远处 独龙江乡的卫生院也建起了新楼 村民都参加了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独龙组医生李强和来自云南各地的医务人员 为这里的村民提供便捷的医疗服务 在卫生院的旁边 独龙江乡养老院也已建成 乡里近五十位老人在这个安静的小院安度晚年 由于交通方便了 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现代社会的普光荣和族人们 利用独龙族的特有文化发展起民俗旅游 现在我们这个村的角度来说 以后的交流也多了 人眼思想也进步很多了 你们从哪里来啊 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我们可以去问他们 独龙江乡道路学校养老院 以及供水供电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改善 让贫困的独龙族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通过提高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来促进经济发展 这是中国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一条成功经验 而发展不平衡也是很多亚洲新兴国家同样面临的问题 印度当今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也是发展不平衡最凸显的国家之一 即便是在梦迈印度的西部门户 这种不平衡也随处可见 这里曾经拥有亚洲最早的铁路和发达的铁路网络 如今梦迈郊区铁路 以其利用程度与乘客密度特别之高而组成 几代改善的公共设施巨大的互联互通需求在这里显现无疑 有研究机构通过对亚洲各地区交通通信和电力等基础设施数据进行分析整理 得出了一个基础设施水平的基准值 分析越高的国家 意味着基础设施条件越完善 在图示中就凸起越高 反之则凹入越低 中东欧地区68%的国家高于基准值 西亚北非地区的国家有59%达到基准值 但中亚和南亚以及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都在基准值以下 东南亚地区只有36%的国家高于基准值 其中缅甸是整个版图上得分最低的国家 中亚五国中只有哈萨克斯坦高于基准值 而南亚地区所有国家得分都低于基准值 亚洲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这个引进能否提高效果 发挥潜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我们能否做好基础设施建设 和互联互通这根大法 补上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的短板 核武的好主体 做好主体 要在与度内的努力 整个大法 所以有一个有限的 核武的好主体 被那之后 在与度呼善 这基本上 占荷 这个 怎么开 所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以促平为主要目标的亚洲开发银行 为亚洲国家的发展一直在提供资金帮助 五个窟 古代东方的四大奇迹之一 柬埔寨的标志 这座十二世纪的人类文化瑰宝 如今成为柬埔寨最重要的旅游资源 在很多曾经到过五个窟的人中 武之刚可能是非常特殊的一位 2001年柬埔寨内战结束后不久 武之刚第一次前往五个 那时候局势文明的五个窟还不能通车 周围那个首都金币连接五个窟 这个也属于旅游经济命外 它那家是不通车的 我是坐船到项目水在地五个的 詹金盛是武之刚的同事 他们都是中国路桥的员工 十四年前 因为中标了由世界银行提供贷款的 五个道路施工项目来到柬埔寨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洪森总理给我的一个授勋 是国家建设勋章 这个奖项是在柬埔寨 针对这个外国企业是最高的荣誉 经过我们修这个去五个窟这条路 一个是六号公路进仙丽城 这个七十公里 还有一个就是去五个窟的那六公里 都是我们公司早期修建的 道路交通带来的变化 让柬埔寨看到了基础实施建设 巨大的外延效应 2013年 柬埔寨公共设施和运输部 委托中国的一家规划设计研究院 编制柬埔寨王国高速公路总体发展规划 一个总理程约2230公里的高速公路网 将以金边为中心进行构架 连接柬埔寨的各个主要区域 柬埔寨周边有 主要还是靠贷款 来自一些国际组织像 亚航、市航 还有中国政府 包括韩国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09年的报告 2010至2020年10年间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总需求 预计为8.28万亿美元 其中68%为新建投资需求 32%为维护及改造投资需求 这就是一个巨大投资 世界银行在亚洲 整个亚洲投资 可能也就是三四十亿美元 国际货币组织可能更少 那么亚洲开发银行 也就是这个 跟世界银行差不多的那种投资 那么加起来不到100亿美元 跟那个7000亿美元的需求 差得太远了 私たちもちょっと 少しADBの資産を アップデートしてみたんですけど 今から10年ですね ADBの資産って2010年から20年ですけど 今2015年から25年の10年間で 資産してみると 大体14兆ドルぐらい アジアで必須になってくるんですよ 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 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有过很多成功的案例 有力的支持了亚洲的发展 但是由于其自身注资资本金有限 新兴经济体的增资要求 又得不到满足 这样限制了世界银行 和亚洲开发银行 其自身扶負的定位 也使得世界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 不能全力支持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 世界銀行とADBの最終的な目的 貧困削減なんですね その目的のために支援をすると ですからインフラ支援をするときも このインフラが貧しい人たちに どういう利益をプラスの利益をもたらすのか ということを分析しながら案件を作るんですね 張小宇 北京地铁运营最早期的列車司機之一 開地铁 他一開就是36年 这张照片是我 刚开始上车当布司机的时候 对我来说还挺有纪念意义的 当时在世界上 也没有几个国家有地铁 所以到那时候 可以到地铁去看看 去坐一下地铁 那是觉得挺荣耀的事情 1965年7月1日 北京地铁一期工程正式开工 但直到2000年 才完成贯通运营 成为了今天 每天承载超过150万克流量的地铁一号線 自行车的王国 这是30多年前 北京给世界的印象 以现在的眼光看来 这是良好的绿色出行方式 但实际上 这密密麻麻的自行车流 隐含的是北京亟待满足的交通需求 刘立忠是北京轨道交通指挥中心 线网调度室的负责人 正在运营的12条线路上的客流量 是他每天最关注的指标之一 你先注意一下脚门锡 海黄 海黄的客流 做好发布PACE 那个广播和网站 发布消息的准备 好吗 等会儿 有消息情况 25年前 当他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就已经感受到了 人们对城市轨道交通的渴望 我来到地铁的时候 应该说是82年的3月吧 在我印象当中 那时候早晚高峰的高峰客流 已经显现了 就是早高峰的时间西向东 晚高峰的时间东向西 从1965年地铁一号线开工 到2000年一号线与二号线贯通 30多年间 北京仅有34.5公里的地铁投入运营 因为地铁整个一直是 资金是一个最大的困难 但北京的人口和城市面积 却进入急速增长阶段 打城市并开始显现 在地面交通发展空间 有限的现实条件下 加速地下轨道交通发展的计划 被提上日程 2001年 北京深奥成功的当天 王浩也被任命为 北京地铁集团公司的副总经理 专门负责为北京地铁建设融资 过去北京地铁实际上欠账了 但是那个时候呢 总的投资额各方面 在那个时间段看 虽然也是天文数字 对于外融资 这也是曾经面临巨额资金缺口的北京地铁 首先想到的 经过测算 北京当时计划修建的五条地铁线 总共需要636亿元人民币 可政府最多只能拿出35%的资金 这就意味着需要筹据超过65%的资金 也就是413.4亿元人民币 王浩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大型国际金融机构上 像世界银行 亚航都接触 一些国际金融机构都接触 但是确实存在什么问题 比如说审查起来就特别的复杂 没有几年的时间你根本搞不定 至少有三年 所以当时根本来不及 财政预算有限 无法独立支持基础设施发展的需要 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 无法满足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巨大的资金需求 那寻求私人资本的投资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足够的吸引力吗 投資家が金融機関が短期的視野で投資しよう ということでお金が戻ってきますので なかなか長期的な そのインフラ投資のようなものにつながっていかないと 它是有回报 它不是没有回报 但是回报太長 商业组织不愿意去做 或者风险太大 投资大 资金缺口大 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周期长 同时还需要强大的施工能力 这也增加了投资的风险 伊斯坦布尔 一座横跨欧亚大陆的国际性大都市 波斯普洛斯海峡 把这座城市一分为二 一半在亚洲 一半在欧洲 特殊的地理位置 让连通欧亚成为这座城市的梦想和使命 四分钟 这就是现在跨越欧亚大陆的时间 这也让人们看到了 从大西洋到运路洋 通过列车就可以到达的可能 早在1860年 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马基德 就提出了建设一条连接伊斯坦布尔亚欧两部分的海底隧道的设想 但那时因为技术条件不成熟 设想最终只能停留在图纸阶段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每天200万人次跨越海峡的交通压力 已经让两座连接波斯普鲁斯海峡的大桥出现严重拥堵 为缓解拥堵 马尔马拉海底隧道于2004年开工 从设想提出到正式开工 马尔马拉隧道经历了145年 从开工到通车又经过了9年 也就是说 从设想到现实 马尔马拉海底隧道花费了153年 周期长回报地风险高 这些都阻碍了私人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项目 因为 what Asia lacks is infrastructure and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and to create wealth for the people to the average people I think infrastructure is very important and it is difficult to raise money for infrastructure financing this infrastructure gap is large and widening the public sources only cover averagely 25% of the demand the need to fulfill the gap is unlike to be made from the government budget even if the fiscal condition is improving the future of Asian countries as the global engine of growth could not be sustained therefore other non-public financial sources must be mobilized to fill the gap 博澳亚洲论坛 一直致力于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 在以革新责任合作 亚洲寻求共同发展为主题的 2013年年会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主旨演讲中提出 中国将加快通周边国家的 互联互通建设 积极探讨搭建地区性融资平台 我们将积极推动亚洲和世界范围内的地区的合作 中国将加快通周边地区的互联互通建设 积极探讨搭建地区性融资平台 促进区域内经济融合 提高地区竞争力 中国将积极参与亚洲区域合作进程 积极探讨并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自由化 加强同各国的双向投资 打造合作新亮点 With regard to Asia World Bank including certainly IFC and ADB have done tremendous amount of work in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itself has benefited enormously from the contribution by World Bank and ADB Now it's time for China to do something more for this region 随后举行的全球复苏 与亚洲的共同发展分论坛 又发出了亚洲基础设施合作的倡议 曾佩妍在这个会上 他提了四点倡议 那么其中之一是多渠道融资 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就是亚洲的金融合作 你得有个抓手 亚洲金融合作的很重要的抓手 就是融资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现在国际的大环境 是叫经济全球化 换句话说 国与国之间 彼此这种互相依赖的程度越来越深 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需要相当多的国际的多边的组织 来在这个大形势之下 发挥集体的作用 一个开放的专注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的多边金融机构 呼之欲出 为什么中国要倡议成立一个专注基础设施建设的多边金融机构呢 自从1978年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发展 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 几乎有着同样的发展速度与轨迹 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三十多年间 中国的高速公路 高速铁路 实现了从零到世界总理程第一的飞跃 还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混凝土重砾巴 最长的跨海大桥 最长的高速铁路 以及各种大型公共场馆 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已经证明良好的基础设施 对于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 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曾受益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优惠贷款 1981年到2015年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开发协会 累计向中国提供了557.234亿美元 从1986年到2013年 中国累计获得亚洲开发银行 297.6亿美元贷款 国际金融机构 从布列顿孙明会议 1940年代中期开始成立 那么在这个几十年的过程中 应该说对世界经济 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发展 起了重大作用 第一个作用是资金 大量的资金投入到这些商业银行 不愿意投入的这些发展项目 基础设施 教育 卫生 环保 这些领域 这样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 到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不论是自身发展的需要 还是国际社会的期待 都希望中国为区域和全球经济增长 做出更大的贡献 而中国也早已开始将自己的经验和成果 与亚洲各国分享 因为在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 中国的平稳持续发展需要亚洲 亚洲的繁荣稳定也需要中国 中国与亚洲各国早已成为命运共同体 在没有钱的时候 要想办法通过我们的创造 通过我们的生产 积累财富 有了财富之后 有了生产能力之后 我们还要想到别人 我们还要学会用这些财富 使得大家都受益 在一个时代的国家 我们在同一个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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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中国所谓的一种正常态 所以我会说 在所有国家 经济的经济的经济 还是最难的选择 这就是在全球化的今天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地去发展 它必须和它周边有联系的国家一块 大家互利互利互利 才能够发展 感谢观看 但如果 based在整个市场上 我们在都可以转发 或是没有本人 在每个国家的国家 我已经预测得到 但是我们在那一种 所以我们在国家 我们在国家 都可以早立地 所以我们在国家 我们在国家 我们坐下来 这个 适当国家 还有就是 我们在国家 我们在国家 说 像国家 我们在国家 政府起不到的作用 很多很多的这些国际间的这些合作 这是国际金融组织起的作用 商业企业做不了 单个政府企业做不了 非这些国际机构莫属 2013年10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 向世界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当前亚洲国家特别是新型市场 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融资需求巨大 有必要动员更多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为此中国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从1980年中国开始恢复在世界银行的席位 到2013年中国发出筹建全新的多边金融机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 从既有国际金融体系的学习者 受益者和积极参与者 到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建设者 改革者和重要引领者 这既使中国在世界多元化趋势下顺势而为 也充分体现了经过30多年的发展后 中国愿意为亚洲共同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的担当和勇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